这个时代有钱不值钱 能把资源变现最值钱 假如我来做酒店 我一定会用会员卡的方式来做酒店 你看 如果来做 你交我199元的会员费 成为我的金卡会员 一 我给你住房打六折 第二 我让你延迟两个小时退房 第三 每次来住 我还有免费的早餐 第四 睡前我还给你一包牛奶 如果你交我399元 成为我的VIP的赚卡会员 一 住宿我给你打两折 第二 可以延迟四个小时退房 第三 有免费的什么 早餐 第四 睡前还有什么牛奶 第五 你过生日的那一天 如果你愿意来住 那一天免费 第六 你来我住的每一间房都有积分 积分可以兑换房间 第七 你帮我推广五个会员 你的会员费就是免费 然后我来问大家的话 经常出差的人 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连锁酒店 要不要办个会员 告诉我要是不要 那我就不要赚酒店本身的钱吧 因为我已经把怎么赚走的 要做啊 会员费 不要瞎谈这个会员费 当你量到到一定程度 每一家店 我比较多 你平均每一家店赚两三万个会员就好了 如果你也赚的量的话 每个人是不是平均交了三百块钱呢 是不是嘛 一个199 一个399 平均是不是交了两三百块钱吧 三百块钱吧 告诉我算是不是 如果你能办两万会员的话 是不是已经把六百万赚到手了 好了 当你这家店每天都是满的时候 请问你的收入二 你的收入三 你的收入四 你的收入五 你的延伸收入可不可以出来 可以出来嘛 没有必要 一定要靠酒店靠房间赚钱 房间作为一个诱刷的载体 又以低价诱刷 让他们来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要收个两则到六则啊 可以把我们酒店的成本给维护住 各位同意吗 我以两百间房为例 比如经济型酒店 收多少人交不来 我收三百元总算可以吧 二百九十九三百块 可以吧 我就以两则为例吧 是不是每住一个晚上 大概也就是六十块钱呢 同意吗 我收的成本 是不是吧 我一共要多少间 按照两百间来算吧 一个月多少天 可以三十天吧 那这是不是我酒店 最基本的费用 第一个店要不要租金呢 十个人左右 维护这家店的正常运营呢 要是不是 一个板 两个前台 还有几个什么阿姨 各位同意吗 然后再加上我的棉被被乳 要洗啊干洗啊 这一块的必须的成本 被子总要洗吧 买户套总要洗的吧 这些 好 这些费用我把它打平就可以了 那我赚的会员费 就是什么利润 就是净利润 各位老板 同不同意 那我的收入二 收入三 收入四 收入五 就可以延伸 让利润周围的很多 生态进行合作 各位同意吧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老道 没有什么想明白 大量的搞节点去推会员 靠你个人是做不出来的 一定要想办法搞节点 打通超级节点 就是你的资源 一定要超级把它打通 这个时代有钱不值钱 能把资源变现最值钱 给你打通超级节点 谢谢观看